如何治疗下蹲困难和下蹲后站不起? 这种情况的一个治疗上的思路 那我就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和临床上的体会 这个问题呢要分两种情况来谈 第一种呢我们先谈比较通常的 临床上最常见的 就是说能够遇到这类病人 多半是一个成就性持久性 有一段时间发病的这种的病人 那这种的病人呢 我们主要是考虑结抗肌的紧张 那么第一个症状就是不能下蹲 不能下蹲 这个症状跟膝关节有关 但是它主要是跟大腿肌肉的前群 以及小腿肌肉的后群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治疗膝关节疼痛不能下蹲 多半的主要是考虑大腿前群 比如说骨四头肌 特别是骨直肌 另外呢就是缝降肌 它们的损伤程度 根据我们寻找动筋点和疼痛开关的原则 就是三不一流程 我们找到了相应的动筋点 那么用动筋针进行松点 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就可以能够下蹲 多半是这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不能下蹲 也可能是小腿的后群 就是肥肠肌 比目鱼肌 还有一个很小的折肌 因为这三块肌肉跨过膝关节和踝关节 与根肩相连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 主要是考虑小腿后群的肌肉紧张 松减它的延展度 以达到能够下蹲的这个目的 另外一个再补充一下 就是大腿前群和大腿内侧群的骨膊级紧张 也会引起来下蹲困难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都是十分常见 这部分课的内容呢 我们是在动筋针系列课程中的第四季 第二节课和第三节课里面 涉及到 关于大腿部肌肉和小腿部肌肉 整个的下肢对膝关节的影响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主要的 我们临床上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我们就要考虑呢 是一个肌肉的无力 这个心的一个损伤 第一种情况 它是一个成就的伤 疼痛发生呢 是一个成就性的 一个慢性的 劳损劳伤的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是一个心伤 一个跌打损伤 一个外伤 导致的膝关节不能够下蹲 那么呢 我们就要考虑它的主动机 我们就要考虑呢 大腿后群 骨二头肌和小腿的前群 大腿后群的骨二头肌 半肩肌半磨肌 同称为国生肌肌 以及呢 小腿的前群 包括颈骨前肌 脂肠肾肌和母肠肾肌 那么它们的损伤 导致的肌肉的无力 一般来说呢 是个急性的外伤 是个心伤 也会导致下蹲困难 下面呢 来谈一谈 蹲下肌又站不起来了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如果一个人蹲下站不起来 有通常呢 就是主动机无力 我们还是要考虑呢 这种股四头肌 就是大腿的前群的肌肉 和小腿的后群的肌肉 是不是无力 这种的无力 造成的呢 它站不起来 还有一种呢 就是解抗肌的紧张 那我们呢 就要考虑小腿 大腿的后群 就是国生肌肌 股四头肌 这个国生肌肌 国二头肌 半肩肌半磨肌 以及呢 小腿的前群 就是 进骨前肌 脂肠肾肌和母肠肾肌 那么如果不是因为 主动机无力 导致的站不起来 那就是要考虑 解抗肌的紧张 和延展度不够 那就要考虑 国二头肌 如果蹲下去起不来 考虑主动机的话 那还是股四头肌 和这个大腿前群 和小腿的后群 如果要是考虑 解抗肌的延展度不够 那就像要松减 国生肌和小腿前群 这两个呢 正好是相反的 综合起来 我们再总结一下 膝关节疼痛 下蹲困难的 这种情况 主要考虑 大腿前群 和小腿后群 如果蹲下肌站不起来 我们主要考虑 国生肌肌 国二头肌 半肩肌半膜肌 以及小腿的前群 就是指长肾肌和母长肾肌 这几块 这个两群肌肉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了 好 上面的问题呢 就回答到这儿 下面还希望大家有问题 继续呢 提到群里面 动筋针疗法第四季 最后冲刺 胜利在望 动筋针技术课程 每月一日开课 三十天学习